在上一个视频当中,我们去聊了一下在整个录音过程中我们要用到的录音设备 那我们现在有了设备,下一步就是要开始录音了 那在这个视频当中,我也给大家展示一下,我平时是怎么录音的 那我录音主要有以下这几个设备 第一,一个录音笔,我用的是Zoom H5 第二,麦克风,舒尔的SM58麦克风 以及麦克风对应的这样的一个架子 它可以把麦克风呢,支在这个桌子上 这样的话,我就不用一直举着麦克风,不会很累 以及用来连接我的麦克风,以及和我的录音笔之间的这个卡能线 和最终的一个监听耳机 那么这是我录播客的所有的设备 有了这么五件设备,我就可以开始一个人录播客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这些东西是要怎么用 首先,录音笔是我用来录音的 这个录音笔呢,它的好处是它底下有两个的音频出口 那这两个出口呢,我可以同时录两个人的人声 然后呢,可以使用专门的这样的一些动圈麦克风来去录音 可以让我的声音的音质更好 同时呢,人声听起来也会更加的舒服 那卡能线呢,就是来连接我的麦克风的和我的录音笔的 因为它不是我们所熟悉的那种3.5毫米的接口 而是卡能接口,所以需要专门的卡能线来进行连接 那比如说我将我的麦克风和我的这个录音笔连接到一起 那这边呢,我就把它插在1号的出口 这样的话,我稍后就可以在这个1号声道来进行录音 那录音的时候,我肯定不能这样举着 举着的话,声音会忽远忽近 所以呢,我有一个很小的支架 那这个支架呢,它可以帮我把这个麦克风给立起来 能够让我在说话的时候不用用手去扶这个麦克风 我觉得就挺好的 那我现在有麦克风,我把它支在这里 那你可以看到,那现在我录音的话 它就会是一个这样一个状态 那我还可以根据我的这个身高啊 各方面,我可以去调整这个麦克风的高度 来让我的录音这个更加稳定 那除了这几件连接力好 很重要的一点是我的这个监听耳机 我需要借助这样的一个监听耳机 把我的声音呢,传递给我自己 让我知道我自己的声音到底有多大有多小 那在我的录音笔上呢,它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专门的入口的 所以我可以直接把我的3.5毫米的耳机插进去 然后现在呢打开我的录音笔 平时我在使用录音笔的时候呢,是一定会需要注意 我的这个录音笔还有多少电量 因为如果录到一半的时候发现没电了 对吧,那你前面的这些录制可能就废掉了 那比如说我现在呢,像我这个录音笔 它是可以调整我的这个每个音轨的声音的大小 包括我的这个音轨的开启和关闭 所以这个就是我在使用的时候呢,一些比较关注的点 那我现在我来去试一下这个录音的效果 那首先呢,我的这个麦克风我要把这个 我正在使用的这个轨呢要打开 然后我觉得声音可能对不太好 我要把声音调的我自己觉得还比较舒服 那目前呢,我的这个声音呢 就被我调的已经是很舒服的一个状态了 那这个状态达到以后我就可以来喝口水 然后呢,热热嗓子 准备好以后,平心静气准备开始录播客 那因为我用的是动圈脉 动圈脉它的这个大部分时候呢 都是一些指向型收音 它的好处就是你比如说我现在这样说话 虽然这个麦克风其实它能多少收到一点音 但这个音其实很小的 远不如我的嘴对着麦克风的时候 能够达到的这个效果会非常的好 那这样我在做后期的处理的时候会非常的省心 那么现在我准备好了以后我就可以开始录音了 在录音的时候需要注意的是 像我的这个录音笔呢 它会有不同的声道的选择 那声道的选择 它根据你实际的录制的需求来选择 比如如果我是和朋友一起聊 那我就会把1和2都打开 然后如果我自己呢 我就只打开1就可以了 好那我现在准备开始录制 点击录制按钮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应该会有一个3到5秒的一个静音的状态 那这个状态呢 是为了在让录音笔录入一些环境噪音 方便你在后期去做一个降噪的工作 好那我们接下来来开始我们的整个这样一个过程 我们接下来要静默3秒来去接收这个环境噪音 好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听生产力维基播客 生产力维基是一个专注在个人效能的这样的一款播客 好那我们在完成了我们的整个录制以后呢 最后就是重新按一下我的录音笔 把我的这个文件保存下来 保存下来以后 你要养成一个好习惯 录制完音 然后呢赶紧把里面的存储卡抽出来 去备份你的资料 不然的话后面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万一你忘了备份 比如说你录完了你去忙别的事情 然后忘了备份 发生一些不太好的事情 对吧 比如说数据丢了或者怎么样的 会让你的后面再想去做的时候会非常的崩溃 所以说在录完音以后 尽快的去给你的声音去做你的备份 那录制的这个部分呢 其实对于器材的使用就这么多 核心的点是你要环境足够安静 对吧 环境足够安静 然后呢给自己呢有一个基础的设备 能录音就行 然后呢你如果想录得好一点 对吧 那你就可以像我这样 麦克风啊 包括监听耳机啊都配上去 这样能够让你自己在录音的时候 你自己会心里有个数 你的这个音录制的到底是怎么样 那把这些都录制好了以后 你就可以进入到我下一个视频聊的 做音频的这个后期了 好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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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